大家好 歡迎收看香港爬道 今集我們講會怎樣去捉這個大手工 怎樣上手這個大手工 很多人就說很喜歡大手工 因為它是一個很有特色的手工 很兇很大隻 就算原色的顏色都很漂亮 灰灰藍藍的底色 加上一些橙橙紅紅的一點一點 其實論顏色來說大手工是很漂亮的 還有它也是其中一種最大型的手工 之前講過這些手工其實就是人家用來曬乾 用來甲拐 用來做中藥那些 但是寵物市場也會有一幫喜歡手工的朋友 喜歡一些咬人癡的手工的朋友 就會很喜歡大手工的 但是不多的 因為它性情很火爆 很容易咬人 一咬你會很痛的 你一定會流血的 如果咬中了 它的口很有力 牙很尖 所以一講大手工 那些人就會覺得是很惡 很難養 很有壓力養牠們 但是我自己就很喜歡大手工的 所以有一段時間我也很喜歡 他去了解這些手工 那今天我們就不講怎樣養牠們了 因為牠們是樹妻 吃蚊蟲 給牠們一個水兜 保持溫度濕度 給牠們爬牠們 都是這樣養 之前都講過 我們今天就集中怎樣捉牠們 捉這些手工有幾種 捉法的 如果你想最沒有壓力的捉法 就是由牠自己爬上你的手上 由牠自己爬上你的手上 但是這個是很難做到的 因為你一伸牠們的手上 牠就會抹大口 出聲 好像狗那樣吠你 會嗚嗚聲 而且你一再近一點 牠就會一口咬到你的手上 牠咬你的機會率 基本上九成以上 所以很多人都說 我想買一條大手工 但是想不想到手 其實不用問的 很少說很乖 不是我們那條可能有病的 怎樣捉牠們呢 通常我們就會 即時按住手工 按住手工的頸 然後就捉起牠 那我現在示範一次 給大家看看 我先放下牠 那鏡頭下來 這裡 現在牠已經鎮定了 但如果你把手放在牠 牠也會咬你的 這條… 你把手放在牠 牠也是會惡的 這條很乖的 這條很乖的了 像這條鱷魚仔一樣 但是我們… 我們如果… 用一個… 舒服一點的方法 就可以趕牠到手上 但牠會跑得很快 牠會跑得很快 牠會跑得很快 跑得很快 牠一跑得快 不知道跑到哪裏 你就會很害怕 因為你在家裡 牠會跑得很快 然後牠會跑到牠 跑到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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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鄰居 嚇死鄰居 我通常會用比較武力 少少… 武力少少 就是… 一按… 一按… 就按著牠的頭 後面少少 就是這個位置 一按按著牠 然後就拿牠 這樣就很安全了 這樣就非常安全了 那牠想咬你呢 就咬你不到 好… 另外一件事就是 咬到牠會怎樣 其實大手工咬到牠會很痛 不是一定流血的 我試給大家看 我待會拿一條大小小的 試給大家看 這條鹽尾細就是這樣 真的 在我手上 這裡有兩條 兩條我們叫做Kaliko 之前介紹過碎花的大手工 先講一點細節 然後我就咬給大家看 這一條就是一條再生味 我們都說過 很多手工都可以斷了尾 譬如說牠怕夾到尾 或者有些獵食者 可能有小鳥咬牠的時候 咬牠的時候 咬牠的尾會脫尾 然後逃生 但是慢慢長大的時候 時間長久了的時候 牠的尾會生出來 但是在我左邊這一條 就是一條再生味 尾會不同了 顏色差不多 但是花紋不同了 而在我右邊這一條 就是一條完美的尾 大家可以看到不同 再生尾會粗一點 肥一點 紋不同了 會滑一點 而且尾會短一點 這條就是原生的 這個就是原裝的尾 尾 尾脫過尾 大家會看到不同了 兩條都是叫Kalical 但是其實大手工 因為性情惡 大條 不多人去研究 慢慢去繁殖牠們 有 但是沒有泡紋手工 肥美手工 那些那麼多 所以其實牠們的基因 很多時候還是很混亂 有時候兩條雪白的 雪白的 雪白的我們叫Lucistic 那樣的 基因的大手工 配在一起 出來的那些是 是Normal的樣子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到底牠的基因 是有多少種 有多少種 可能說好像泡紋手工 最少有三種白髮的基因 但是牠們這些其實 有多少種 暫時都沒有很肯定 那 這一條就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這條很白 這些Kalical 兩條都很兇的 兩條都很兇的 這兩條也是 那我現在呢 先放下一條 然後另外一條呢 我就告訴大家 如果牠咬到呢 又又又有多痛 那平時你捉住了牠一陣子之後呢 其實牠就會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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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捉住了 你有東西在附近牠都會嘗試咬你的 牠都會嘗試咬你的 牠都會嘗試咬你的 那 那我現在我新的手指下去 那 給大家看看 如果 給大手工 這些都叫成體的 但當然牠還可以大很多 還可以長一點 還有肥很多 那 準備好嗎 我曾經被巨人手工咬過 炮紋手工咬過 但是 大手工呢 我真的覺得是最痛的 那我現在試一下 1 阿智幫我數 3 2 1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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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啊 我想這裡要剪了 這裡要剪了 咬住了 現在比我想像中痛 剛才就 為了拍個 close up 而關機 其實咬住了已經超過1分鐘 很痛 其實是真的很痛 很痛 有時候會突然加力下去 那個感覺有多痛 喂 不要攪他了 很加力的 他的痛楚 就等於好像 被成年的角蛙咬到 但成N倍 啊 啊 那我現在 不講那麼多了 我要怎樣解圍呢 如果被這樣咬住了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先保護 我們會拿些類似萬字夾的東西 我們會拿些刺子包住它 因為要撬開口的時候 就不想傷害到它的牙 所以就包住一點點刺子 那我們就在口旁邊放進去 一放就 拎 輕輕拎 不要傷害到 很緊的 咬住 它的咬合力 你想像不到一條這麼小的手工 為什麼可以這麼咬合力這麼厲害 等一下等一下不行 你撕住 撕住 撕住 加少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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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可以了 就是這麼痛的啦 每次被捕到就這樣一致 所以自養它們時候 不要經常要抓捕 他們 如果你真的想抓捕就可以 你可戴一對手套才去捕他們 員工 若不是要便 falando av 很痛 所以 隻就是ănж believed 第一,你不能害怕,如果你太害怕,你不能養大手工 一捉下去,就要按住他的頸子,按住他的頭,讓他不能動 如果他咬中你,就不要緊張,不要害怕 慢慢等手工冷靜了,你自己也冷靜 慢慢找人幫他撬開口,但記住撬的時候,就不要弄傷牠們的牙齒 不要弄傷牠們的牙齒,最好用東西包著萬字夾才去撬開 讓牙齒咬到的時候,就像剛才說的,千萬不要緊張 傷口一定會流血,是很普遍的,很正常的 不要緊張,其實不是什麼大傷害 洗乾淨的手,找回肩,然後塗消毒藥水,填膠布 幾天後,牠自己會好起來,不要緊張 今集是更多,Thank you